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日 朗斯硬闯南特 周四凌晨 法国杯半准决赛封烟再起 其中南特将坐镇主场迎战朗斯 虽然南特近期整体表现并不理想 但是考虑到朗斯近期做客也是一胜难球 常规时间内 加上双方近六次交锋又出现了多达半数合局 大家金账相遇在常规时间内实在胜负难料 南特近期遭遇双重打击 他们一方面在欧洲联赛 附加赛上以一和一副的战绩被祖云达斯淘汰出局 另外在法甲又遭遇两连败打击 他们下轮连赛将对阵巴黎胜日门 看来球队到时也难逃经济联赛首次三连败的厄运 与其坐以待毙 南特把新一横全力投入到法国杯的争夺也就不足为其 他们上季就是以法甲第九位的身份赢下法国杯桂冠的 从南特近三次对阵朗斯一共两度出现合局来看 双方金账对垒在法定时间内打成平手也并非没有可能 另一边乡 朗斯近期状态与季出的出色表现相比还是有交大退步的 尤其在一月底开始 球队近期战葛向赛是常规时间内只有一胜四和二负的平庸战绩 当中四场合局均出现在客场 安祖陆·傅坚尼近三战做客攻入了两球 算是球队位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在法国杯方面 朗斯金界还是存在一定进步的 他们自2017-18界止步半准决赛后 直至金界才首次重返这个阶段 鉴于朗斯近期做客演出欠佳 加上南特又是该项赛事的未免冠军 相信朗斯想要在常规时间内解决战斗存在一定的难度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